今天週末三月四號的週六晚間加入我們的轉播行列問你 這個六顆三分球現在官網的紀錄上面 所以這兩個人當然是最好的選擇 正牙拉球直接出手 事實上這個機會 一開始就讓正牙要來進行三分線的一次出手 而且 K的比賽也常看到 大汗出手 力量太大 沒砲到藍空 哇 那這個比賽就要結束了最後的三分差距 98比95 一週內的第二次交手 國王隊再度取得了比賽的勝利 五點鐘跟著我們的鏡頭回到桃園巨蛋 欣賞台灣之籃 VASTEEN2022到23賽季編號第72場的例行賽 以防守的部分來說的話 現在放上腳步應該是比較正確的 所以如果待會兒有進攻的機會 或是有死球的機會的話 也有可能庫方會再做一個人員的更替 把新特立犯上來做進攻 曉白交給大汗 切入到藍底下 空中往外帶 白耀誠 變速動位 在膠蓋跑跑藍底下 沒有跑去 但是王子敦掌握了第二波籃牌 快在2月25號 傍晚的5點鐘跟著我們的鏡頭 來到桃園巨蛋欣賞 這樣比賽入死誰手還很難說 球發進來 曉白拿到球 想要掉底線的WASHMAN 球出到界外 球權還在林康源的手上 邊線發球 進來還有8.7秒 曉白被林書瑋蓋了一鍋 而且球權要回到國王湯2分差 不叫暫停 直接攻 最後30秒 阿瑤 再進去沒有機會 碰碰 一個轉身往進區攻擊 國王隊的第四半 國王隊的第四半 這只是第四半 在外圍在外線三分之下上決定 這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劇本 施敬堯做邊線發球 小白拿到 哇跑掉了 WASHMAN 哇這個戰術被破解了 施敬堯切入到進區 高打板沒進 曼尼高的籃板球 這是一個關鍵籃板 同時轉換進攻 推快 李凱恩上籃得分 這樣比賽恐怕要握在 國王隊的手上了 好那剩下最後3秒 WASHMAN 結果最後出手 還被戴維斯賞了火鍋 再建火能夠搶下 最近對戰的三連勝 尤其是回到主場之後呢 他們的氣勢 攻擊去投一個殘粉球 4 好這個前場球 雙方的差距是3分 最後時間剩下8秒 那後面當然勇士隊 還有一波攻擊機會 他們既然球傳進去 就放棄防守了 勇士現在還領先1分 所以李航元在3分球的把握度 有沒有那麼高 但現在只要合理的機會出現了 就要想辦法出手了 球回到阿瑤 剩下8秒鐘比賽 結束阿瑤一個假動作 沒有機會 WASHMAN 戴開在小夫人面前出手 沒碰籃圈 籃板球被勇士隊抓到 洪凱傑把球送出來 比賽結束 戰績一飛衝天 今天試圖挑戰本季在 中局面對艾爾斯一個 飛的瑞琳 雌智傑空心球 空球啊 他會不會是拉男人啊 對 好 69這個球帶開 在外線的出手 沒進籃板球的抽搶 強森拿到 剩下20幾秒 而且比賽時間跟進攻時間 只差1秒鐘不到 可以影響到發球的那個球員 好 但是洪凱傑很聰明發一個地板球 這個球 在地板上掉 林志傑再撲回來 給到強森 只要 攻擊的話也沒有關係 只要對方沒犯規 只要對方沒犯規 哇 這個時間要被拖掉 但是實際要拿到球 最後不到1秒鐘 他的拋籃 沒有投進 比賽就這樣結束了 好可惜啊 真的很可惜啊 就 這麼接近的球 真的差這麼一點 而且是有這個機會 不過…